001 The Hermit Sumidha Makes His Aspiration 苏彌陀影视 伊恩著《极善会影视》 果德玛佛陀四阿森之十万大劫前的前世 以身作路功仰然登佛 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 但是为了表达对然登佛的尊敬 不使用神通修路 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 当时他一看到苏彌陀影视就非常喜欢他 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然登佛的莲花 分了一大半给苏彌陀影视 然登佛对苏彌陀影视预言说 这位女子将深深世事都跟着你 无论他哪身作为你的妻子 都会贤惠而美丽 然登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彌陀影视身上踏过 而是在为他受祭之后 恭敬的又绕而过 按照上座布佛教的标准 只有像苏彌陀影视那样 正是得到一位佛陀的受祭 才能被称为菩萨 002 Queen Mahomethya's Dream 皇后摩赫摩耶的梦 伊恩住夜梦白相 菩萨入胎 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h 菩萨出生 004 Call a Day Below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va 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位刚出生的菩萨看向 伊恩住也就是阿斯陀仙人 他已经证得了 非想非非想触定 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正道之前 正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一般会转身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 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 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 他因此而垂泪 005 The Bodhisatth Bodhisatth Ente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 菩萨又粘在眼符树下自行进入出禅 006 The Bodhisatth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evadatta 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射中的白鹅 007 The Bodhisatth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 菩萨展示天生建议 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 菩萨驯服列马 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h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usottara 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稣陀罗公主成婚 010 The Four Omens 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Picking 菩萨出游遇到的四大侍乡 病人 死者 老人和修行者 彼库 011 The Bodhisatth'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菩萨出家而为吴家前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 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athair 菩萨出皇宫后自行断发表示出家 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ayasara 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 1N住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 当时菩萨起时经过旺宫 兵比萨拉国王 他比菩萨小五岁 见到菩萨像帽举止庄严 身为触动 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休息处 想封赐他一个宫廷高官 菩萨拒绝了这个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 014 Learning the Seven Attainments 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学习 四禅八定中的第七种定 无所有触定 1N住向外道导师阿罗罗 加罗摩 015 Learning the Eight Attainment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八种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 1N住向外道导师玉陀加 罗摩子 016 Practicing the Caricaria Austere asceticism 修习苦行 饥饿行法 017 A Magnificent Dream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一 头枕雪山 首达两海 018 The Dreams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 附身曼藤 猪鸟化白 重躯 象征重身 环绕 射份山不染 019 Offering of Milk Rice by Sujita The Wealthy Man's Daughter 沉道前接受大副长者之女苏亚塔的乳洲供养 020 Vanquishing Victory Over Prince Mara 战胜天魔王的诸魔君 Ean住 佛陀在记中提到过十大魔君的名字 第一君 爱玉 第二君 不乐 第三君 饥渴 第四君 可爱 第五君 昏尘 第六君 恐惧 第七君 怀疑 第八君 恶毒顽固 第九君 明文立养 第十君 自赞贬匀 那时佛陀还未承道 没有什么超凡能力 他以凡人之躯面对这些魔君时的态度是 我挥不退之战旗 我说习命未可耻 宁可战死于沙场 不愿失败而苟活 据说当时佛陀吃过乳粥之后 就仰手将剥鱼器在河中 意味着若不成道 这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餐 SN3比2 经典里也记载有很多后来的阿拉罕在正果之前 都有这种 不成道 宁可死的心态和做法 雷迪长老的著述里有提到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四神族之一 玉神族的体现 021 Attaining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正道成佛 觉悟 022 Victory over Mara as three daughters 无视天魔王三个女儿的诱惑 Ean Chu 据说当时这三位他画自在天的天女 变化出所有年龄段有可能对男性形成诱惑的女性形态 用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打动佛陀 天魔所在的他画自在天是欲界天最高等的一层 经典里有提到 和欲界天的天女相比 凡俗世界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都会显得像猕猴一样难看 后来有位老婆罗门叫马甘迪 想把她美丽的女儿嫁给佛陀时 佛陀就提到这件事 说即使是当时那样的天女我都不再动心 何况你的女儿参见后途 023 Offering of Rice Cakes by Two Merchants 两位商人供养米糕 Ean Chu 他们是此世间最早的归医者 当时世尊手里还没有容器受食 而历代诸佛都不以手直接接东西吃 所以图里佛陀有点不收的意思 随后四大天王各带了一个波线给世尊 相传世尊将四波化合胃毅然后受食 024 Encounter with You Pakataka 遇到有帕卡塔卡 Ean Chu 世尊沉道后 前网路也愿度化五笔库图中遇到的一个沙门 那时世尊还未开始红法 这位沙门问世尊学的是谁的教法 世尊回答 我于世间无有失 也无与我同等者 这位沙门回答 朋友 但愿如此 似乎不太愿意相信 025 Delivering the Demoka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相伦也愿无比库出次传法 026 The Demoka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Sangyasa and his family meeting the Buddha 大父长者之子耶舍和他的一家遇见佛陀 027 Dispatching of the Sangha on missionary works 派遣僧团前往各地红法 028 Venerable Europhile Kassipa Admonishing the Serpent King in the Tindershed 佛陀佛陀在幽楼平罗嘉业的草堂中降伏蛇王 Ean Chu 英文原文可能有误 原文直译是 幽楼平罗嘉业尊者在草堂中劝说蛇王 029 The Ordination of Europhilek 度化幽楼平罗嘉业 030 The Brothers Nady Kassipa and Gay Kassipa Find Plates of Hair Floating Down from Upstream 纳迪嘉业和嘉亚嘉业看到从上游流下的虚发 Ean Chu 上述幽楼平罗嘉业是他们的兄长 这三位嘉业是当时一个外道修行团的首领 老大幽楼平罗嘉业归一世尊之后 剔除虚发 让虚发随西流而下 他的二个嘉业弟弟看到虚发之后 赶紧去探望哥哥 然后也都随哥哥归一了世尊 03 E Encounter with King Bambisara 会见兵比萨拉国王 03 2 Meeting of S.A.G. Sara and the Future Sorry Buddha Sara 还未出家的舍利福长老遇到阿沙基长老 Ean Chu 设立福尊者 亲邀请佛陀回皇宫接受供养 当时他表示不同意佛陀进行托波 03 034 Queen Nusa Adhara Paying Obeysons to the Buddha 耶稣陀罗王后顶礼佛陀 035 Queen Nusa Adhara Pointing out the Buddha to her son and telling him to ask the Buddha for inheritance 耶稣陀罗为佛陀的儿子指出父亲 并让他去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6 Prince Rahula asking for his inheritance 罗侯罗王子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7 Ordination of the Six Princess Annapoli The Barber T度氏家族的六位王子和李发师 五八离 Ean Chu即送出绿藏的那位长老 038